请问八败之交指的是哪八败呢 八败之交是指八个典故 每个典故呢都有它相对应的历史人物 第一败管暴之交指的是管仲 暴树芽 春秋时期的管仲和暴树芽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管仲特别穷 暴树芽非常富有 但是他们之间彼此了解 互相信任 他们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呀 管仲曾说过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暴树芽 后来人们呢常用管暴之交 来形容好朋友之间交情深厚 彼此信任的关系 第二败 知音之交指的是余伯芽 中子漆 余伯芽是春秋时期的著名琴师 精通音律 琴艺高超 但是她的琴艺啊 只有中子漆能听得懂 高山流水遇知音 不幸的是中子漆早亡 余伯芽知道后 在中子漆的坟前演奏了最后一支曲子 然后就把心爱的琴摔碎 挑断琴弦 终生不再谈琴 知音之交就比喻非常了解 互相赏识的知音朋友了 第三败 娇妻之交 指的是陈仲 雷义 东汉时期陈仲和雷义 他们两个是智交好友 一起做官 一起罢官 可以说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当时人们就夸赞到 娇妻自为奸 不如雷宇晨 娇妻之交 被用来形容朋友之间 深厚不移的真友情 第四败 文景之交 指的是连坡 令向儒 连坡和令向儒 一个是武将 一个是文将 两个人当初是斗了很久 可谓是不打不相识 后来啊 连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 负荆请罪 最终呢 两个人成为了保卫赵国的合作者 文景之交 同时也被称为生死之交 比喻可以同生死 共患难的好朋友 第五败 基数之交 指的是张元博 范巨青 东汉时期的元博和巨青啊 就曾经约定 两年后的某日 范巨青一定会到张元博家去做客 因此 到了那一天 元博就让他的母亲准备好基数 来款待巨青 元博的母亲说呀 这都两年过去了 估计人家也就是随口一说 你就别当真了 但是 张元博坚持要这样做 果然 没过多久 范巨青如约而至 基数之交 形容守信之交 第六败 舍命之交 指的是杨角哀 左波桃 左波桃和杨角哀一起去楚国求官 途中呢 遇到了大雪天气 而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单薄 带的粮食也不够吃 于是啊 左波桃为了成全朋友 把衣服和粮食全部交给了杨角哀 自己则躲进树林里 自尽了 于是 后人将友谊深厚之心的朋友 就叫做杨左 第七败 生死之交 指的是刘备 关羽 张飞 桃园结义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其中的情义啊 令后世敬养千年 生死之交 可以抛弃时间 金钱 健康 甚至感情 真心真意 同舟共计 第八败 忘年之交 指的是孔荣 迷航 东汉末年的孔荣和迷航 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很大 当他们结为好友时 一个是未满二十岁 一个是已经五十岁了 然而他们互相欣赏 成为了忘年好友 后来呢 忘年之交成为一个成语 用来指 不拒年岁辈分 结交成为好朋友 这就是八败之交了 一般人都认为 八败之交是行八次下败之礼 但其实这八败呀 败的是八份 赶天动地的 真交情